接下来是一连串的财经消息 首先带您来看到 台积电今天公布了第二季的成绩单 营收和税后纯益双双创新高 董事长张忠谋表示他十分满意 但是谈到台湾的景气就不那么乐观了 表示国内的企业普遍投资意愿不高 再加上国民收入没有增加 消费力道当然就很难提高上来 台积电下午举行法说会 董事长张忠谋亲自主持 已上台就表示对第二季的表现感到满意 台积电第二季营收1558亿9000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21.6% 美股盈于新台币2元 高于市场预期 台积电更看好第三季业绩持续成长 再创历史新高纪录 董事长张忠谋预期 2013年整体行动装置出货量将成长36% 而低阶行动装置更将成长69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经营信息满满 谈到台湾景气时 张忠谋表示国内企业普遍投资意愿不高 再加上民间消费力道不足 经济成长不太乐观 张忠谋09年回任台积电执行长时 曾表示自己三到五年内就会交棒 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年 他今天也说已经在积极培训接班人选 而台积电第二季成绩单亮眼 张忠谋今天心情也很好 决定隔天启程出国旅游 我这个礼拜五我就去度假了 第四天就到St. Petersburg St. Petersburg要停三天 张忠谋轻松表示 自己要搭邮轮去波罗的海 今年已经82岁的他 表示最快明年就要交棒执行长 但台积电董事长职位 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新唐人亚太电视省委 通屋博轩 台湾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